小时候家里可能会叫算命先生给自己算算时运,看看自己未来是否有大的发展,而宝宝的属相跟运势有很多关系,以后干什么工作或者有没有副相,会不会发大财之类,人们普遍认为以下几个属相孩子的日后会有作为,才冒双全。 一,属牛,属牛的宝宝天生要强,心理承受能力好,干活也吃苦耐劳,不管以后干什么都会踏踏实实,直到自己干出一般大事业,就算自己受苦也不会让父母担心,他们做人诚信。 手里,终于无二,做事很会为他人着想,不会强调表面工作,用真心换真心,尊重他人,工作会得心一手真心的朋友,也会很多,出门在外都有人照应,可惜会太信任他人,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吃亏。 二,属虎,属虎的宝宝不甘人厚,对任何事物都有很强的好奇心,大脑开发也会快于常人,经常会有些奇思妙想,像跟他相处的人觉得眼前一亮,虽然有时会显得不怎么靠谱,但只要摸上工作上的事情就会无比认真。 懂得回报父母十分孝顺,对朋友也十分维护,绝不允许他人对自己的朋友做出个的事情,是一个好兄弟,头脑灵活点活泼好动,吃麻麻香点身体被棒,财富在他手里能越来越多。 三,属龙,属龙的宝宝王者之气,可能性格并不张扬,但他的一举一动,都能让别人感觉与众不同,透露出大气。 在枯燥的生活在他们眼里都充满了颜色,理想远大,这样的宝宝对他人的过错能够包容,不会用有色眼镜去歧视他人,让别人感觉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,一旦树立了自己的理想,就要比别人更上一筹。 最重要的是属龙的宝宝会激发和他相处之人的热情,带动着他们的情绪,张写王者霸气。 四,属猪,属猪的宝宝太有福气,这类宝宝会让家族蒸蒸日上,扶育上升,重视家庭,关爱自己的家人,会成为一个小大人。 猪宝宝颜值也非常高,走到哪里都会发现他相貌非凡,深受别人的喜欢,懂礼貌,工作时机会会自己找上门来,他只是要用心运营自己的工作才运也会蒸蒸日上。 其实,不管是属什么的宝宝家人都会用心呵护,以后有什么,作为能够到什么样的地位,都不是父母最担心的。 他们只希望宝宝能够健康成长,快快乐乐,长大了能够知道父母的艰辛,也许只是让父母端上一盆洗脚水都,能让他们无比感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